你刚才的比赛吗? 你刚才的比赛吗? 你总结一下刚才的比赛 刚才其实第一局也比较好奇 然后大家打得都打得不错吧 我觉得因为他对年轻的人 现在打仗的这种高级比赛 也非常出色吧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场的时候 打得怎么说呢 因为场地也有一些风向 然后在一些风向经验上 可能我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 Set初五星級 很努力 他的łem约的第一里 他还是对了 他好像比赛一尘的尘尘 他觉得他能够到这里 他的表现都很高 还有今天他比赛和说 他是比赛一尘的数学 他比赛一尘的联验 他们会知道 他的水尘尘尘専尔奥 他可能在这里 他应该要上升了 可能只是一年,是很可能 对比较 deny,他们都没关系 也许说在一年,但每个人的都比较一样 你可能会成功,但会不会是承担任的吗? 所以,第一次,他会觉得有更加压力吗? 就会有更加压力吗? 因为世界第一对你来说会有压力吗? 还是会更容易吗? 没有,没有很压力 因为宣泽在场上去比赛,去领导每一场之后 就会 kidney, foundations都没很压力 他还不觉得有压力 但许多出于他的重心 他还是不开心在场上去比赛 他想知道你从前几年到现在 你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你有做了一些什么对你自己的控制吗 其实说起来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就赞助啊在长大啊 但是其实做起来有很多很多困难了 其实我觉得因为已经遇到很多困难 慢慢就对对去解决吧 因为可能就是最简单就是我觉得在场上遇到很困难 就是在机会面对自己的事情 包括在经济训练中 我觉得就是不要逃避 看起来是他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他不可以提出一种困难 所以最重要是在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在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他必须找一个解决的解决 所以那就是这种功能 所以那就是这种功能 就算了 谢谢 谢谢